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看到的就是白球恩诞生的小镇Grevenhurst 中文翻译为格雷温赫斯特小镇 Grevenhurst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中部的马斯库卡区 宁静优美 是加拿大著名的度假圣地 面积大约是518平方公里 人口大约是13000多人 穿过小镇的商业街 很快就来到了白球恩故居前 我们看到早早的已经有一个大巴在排队等候参观了 现在的白球恩纪念馆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白球恩故居 一部分就是现在看到的游客信息中心 这个游客中心是2012年7月11号落成开幕的 代替了原来的充当展厅的一座小楼 这个新的展厅大约有300多平方米 可以接待更多的参观者 也可以更全面地展示白球恩的生平 一进展厅就可以看到很多来自中国各界捐赠的纪念品 有人物画像 木雕 各种纪念瓷盘等等 白球恩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运输血液的方法 它创办了移动的伤员急救系统 成为以后被广泛采用的移动军事外科医院的雏形 从游客信息中心出来 穿过一条小路就来到了白球恩故居前 现在看到的是白球恩出生和曾经生活过的家 这是一座典型的加拿大民宅 主要分为两层 一楼主要是厨房 餐厅 会客厅等等 二楼主要是起居室 白球恩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 深深刻在民众的记忆里 在白球恩故居每年接待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万多名游客中 其中90%是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 和从中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1996年 白球恩故居被列为加拿大国家文化遗产 这是1890年3月4号白球恩出生的房间 在白球恩故居中还展有一些医疗器械 白球恩生前发明了十多种医疗器械 其中最著名的白球恩肋骨碱 一直沿用至今 这就是那张著名的白球恩大夫做手术的照片 在展馆对白球恩的生平介绍中写道 诺尔曼白球恩是一位大夫和人道主义者 出生于这所牧师住宅 他对蒙特利尔各医院胸外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并成为一位坚决的社会化医疗制度的提倡者 1936至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 他领导加拿大医疗队为西班牙共和军服务 首创了流动输血服务 他随后担任毛泽东所领导的军队的 战区外科医生兼卫生顾问 白球恩大夫不幸于1939年 11月12日在前线逝世 成为一位中国人民所尊敬的英雄 从白球恩故居出来 驱车大约六七分钟就来到了Maskoka Lake 也就是我们中文称作的蜜月湖 蜜月湖位于白球恩故居的西北方向 在蜜月湖的入口有一个大大的广场 广场的中央是一个凉亭 广场的一面像湖 其他三面是售票处停车场 还有一些咖啡馆纪念品商店 手工香皂店和餐馆等等 现在远处看到的建筑就是游客信息中心 也是购买船票的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提前在网上订票 我们一会儿要乘坐的 就是现在看到的正在移动的蒸汽船 现在画面上出现的轮船 是北美最古老的游轮 塞棍号 在2017年举行了它130周年的纪念活动 这里就是游客信息中心和乘船买票的地方 在游客中心还有一些免费的 或者是需要付费的宣传画册 可以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 马斯库卡地区的发展和历史 如果您是网上预定的船票 在上船以前也需要在这里办理登船手续 10月初的马斯库卡湖边已经有些寒冷 在等船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一起转一转周围的小店 很喜欢旅游景区的这些小店 温暖橙黄的灯光 琳琅满目的商品 还有暖暖的咖啡 瞬间把秋天的寒意一扫而空 这家店是2017年开业的 距离马斯库卡湖 也就是蜜月湖仅几步之遥 这家商店大约有4000平方英尺 销售适合马斯库卡湖区生活的用品 和具有当地风格的产品 这家店主楼层大约有6家商铺组成 主要销售珠宝、服饰、家居装饰和礼品等等 现在到二楼看一看 店铺的二楼大约有30多家供应商 提供精选的原创艺术品、手工礼品和度假屋的用品等等 虽然这里的供应商和商家不断的变化和发展 但是他们以提供无与伦比的零售体验而自豪 这是在安大略省随处可见的马斯库卡仪 一楼的咖啡厅配有休息室 游客可以选择坐在舒适的休息室 欣赏湖边的美丽景色 我们今天乘坐的游轮时间是一个半小时 这艘轮船维诺娜娜二号是一艘现代化的游览船 主要是为乘客提供20世纪初蒸汽船的外观和感觉 它的名字是以纪念第一艘航行于马斯库卡湖区的蒸汽船 维诺娜娜命名的 马斯库卡的轮船历史比加拿大还要古老 第一艘船于1866年驶过马斯库卡湖区 一会儿我们就乘船领域一下马斯库卡湖 也就是蜜月湖秋天的美景 我们下期见 虽然十月初马斯库卡湖的枫叶还没有完全变红 但是万绿丛中点点红 艳丽如花般绽放的枫叶已经非常好看 因为今天室外温度比较低 船舱内的位置都已经坐满 好心的轮船服务员让我们坐进了空无一人的餐厅 这艘蒸汽游览船同时还提供午餐 下午茶和晚餐服务 需要购买特定时间的船票 具体信息可以在轮船公司的网站上查询 马斯库卡湖是马斯库卡区最大的湖泊 长约30公里 它的形状非常不规则 包含了大约150个岛屿 其中一些岛屿还没有一块岩石大 上面只长着一棵小树 但是最大的博朗宁岛长度超过了三公里 这里的许多水域都深达46米 最深的水域在北端的黄贯岛 湖水深度约为67米 另外在马斯库卡湖的北面 还有两个小湖 它们比马斯库卡湖高一米 1871年 政府在卡尔令村的印第安河上 修建了一座船闸 允许大型轮船在上游湖泊上航行 并返回 马斯库卡湖是大约9000年前 当上一个冰河时代的冰川逐渐消退溶水 而形成的湖泊 不过 北美的原著民族之一 奥吉布瓦人 关于这个湖泊的形成 却有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他们说 这些湖泊是许多年前一场战斗的结果 伟大的神 吉奇马尼图 撕碎了大块的石头 扔向了他的对手 在石洞里装满了水 于是变成了马斯库卡湖 民间传说反映了人们的愿望 几乎每个民族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传说故事 游船穿梭于湖间小岛之间 阴天也使马斯库卡湖别有一番韵味 乌云仿佛就覆盖在树梢上 浓浓的树 小小的岛 还有温暖的房屋 在被雨水打湿的镜头中 浓浓淡淡 一点点飘散着自己的美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蜜月湖的风景迷人 四季分明 不同的季节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来这里旅游度假 不少世界著名的艺术家 被这里的自然景色吸引 而在蜜月湖定居下来 近年来 很多好莱坞明星和体育明星 也在蜜月湖建造寓所 蜜月湖的风光和丰富的植被 也吸引着各地的画家 作家 摄影师 音乐家 在此停留 这里可以说是 加拿大艺术家的天堂 同时 蜜月湖也因其美丽的风光 宜人的气候 被选为很多著名国际会议的举办地 我们下期见 和船上的工作人员聊起蜜月湖这个名字 他们表示并不知道蜜月湖这个称呼 不过也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 马斯科卡美丽的蜜月湖可以作为您秋天旅游的一个选择 下了船 沿着湖边的木板小路 可以边走边欣赏秋天的湖光山色 大约五六分钟就来到了湖边的蒸汽船博物馆 这是博物馆的一楼大厅 马斯科卡蒸汽船和探索中心是一个非盈利慈善机构 同时拥有和经营刚才我们看到的皇家游轮 作为对船队经营的补充 他们又修建了这个马斯科卡探索中心 这是一个独特的互动设施 这里有专门讲述马斯科卡的经典木船 豪华度假村 蒸汽船和马斯科卡分水岭的故事 他们希望通过标志性的蒸汽船和马斯科卡探索中心 呈现动态的娱乐和教育体验 现在画面上出现的这艘快艇是一艘著名的快艇 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它的家在马斯科卡 也是马斯科卡的骄傲 在1949年 它曾经创造了快艇的官方世界记录 这是从展馆回来的小路上 唯一开门的咖啡馆 咖啡馆的咖啡和三明治很好吃 咖啡馆的老板娘说 他们今天也会提前关门 因为要到附近巴勒镇的蔓越莓农场参加活动 一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秋天是真的美丽 枫叶更是美不胜收 不论清晨还是黄昏 黄昏中整个世界安静下来 路上也只有很少的车 有时候就是在这样不经意地走走停停中 看到了让人流连忘返的风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